纳莫奔去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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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纳莫奔去释迦牟尼佛 纳莫奔去释迦牟尼佛 把这个修法的核心交给你 教理也通达 然后现在我们要开始实修呢 主要是学习一些戒律方面的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思想 我们去回避一些情况 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不该面对的一些对境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会对我们修法呢 会起的很大的帮助 我们不注意 在生活当中经常呢 就干这个干那个 是吧 然后呢 你实修就修不起来了 听的法也不会去修的 听的都是生长一些佛教之鉴 不可能进入实修状态 所以说我们要反过来 还要学戒律 我们现在是讲到这个戒律 不得修养人名 就是修养这个践行不一致的世间眷属 他们待在一起就是 是非多 口舌多 勾心斗角 真名夺利 增长烦恼夜苦 那么呢 就是过去古代的人有钱 就是这个修养这些 世间的那些名史 那个叫门客 有点功夫啊 或者有点学问啊 或者有点有点本事的人 他修养起来 那为他以后躲天一下服务的 啊 修养这些门客 那修养奴婢啊 那修养还有这个畜生 就是牛马 猪狗的 不得一切种植 那过去的社会呢 主要是农业了 那些种植 就是赢私利 做世间生产 种植呢 那么呢就是谋私利了 那当然就是谋盈利 那么这个都不行 那我们佛门里面 哎 有种植 那种植呢 应该是不允许卖钱 为了自己的生存 种植 那中国的残农病菊嘛 那中国的这种种植呢 它也不算是 你贪心来盈利的 啊 它是沉粹的养活生命 不得叙诸财宝啊 积聚争着过啊 积聚财物呢 会增长过世 必须静止 其实呢 有一种财物就是 有一种牵挂 一种执着 修道人无欲无求 性无挂矮 才能一心半道 这麻烦了 现在这个包括 啊 财宝呢 包括电脑 电视手机 完了 那当然你要拿来娱乐 那肯定是不行啊 我们 我们现在拿来红法 啊 菩萨呢 啊 红法利生用 那手机呢 也是为了红法利用 你自己没有娱乐 只是为了啊 为众生服务的时候 你把它变成一个工具的话 不贪着的话 那是没关系 啊 如果你有贪着心 是吧 那就麻烦了啊 所以说这个很难说 啊 你看我们现在 好多东西 是吧 那你贪不贪呢 就是我们这个中国有个好处哈 中国啊 因为我们是大乘佛教嘛 大乘佛教 你又不能够像小乘佛教那样 什么拿个波整天 什么都不管 啊 啊 整天拖完波就一闭眼完了 是吧 嗯 那就什么都不管了 那像我们汉传佛教呢 它是 它是那个 大乘佛教呢 就修得好的人 可以 变成一个丛林 你就变成了一个 有长住 所谓的长住呢 就是说 三宝啊 啊 那么呢大家都没有私有财产 那就是 靠着这个长住 啊 这个长住就等于释放供养的一个平台 就像世界那个基金会一样 是吧 它有个基金会 那我们呢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长住 也是一个平台 所谓的长住嘛 就是 一直可以延续下去 就是 铁打的这个寺廟 就是长住 啊 流水的生 长住的财产呢 就属于 属于三宝的 大家都可以有一份 可以依靠它来解脱生死 但是都不能占为己有 啊 就不属于任何个人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汉传佛教的特点 四方身重都可以供养 藏传佛教就不行了 他得自己养活自己的啊 出家人要靠家人来养活 供养的 好像是这样子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发心好的那些大德 他们来啊 就是收养一些小出家人啊 或者孤儿啊 啊 那他们大部分的出家人 还是要靠自己家人来供养的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靠四方供养的啊 那时候供养来的钱呢 每个出家人 只要来休学的人 出家人都可以在这里吃住 啊 都有份就是啊 这样的话就没有贪心了 皆当眼里卢碧火坑 即不绝真果 那就一上世间呢 这经商啊 安置房屋财产啊 续养世间的眷属啊 仆人呢 畜生啊 做世间的事业 积极财物 所以这一切都是修道人眼前的火坑 其实身处五族恶事 时时都可能遇到 把自己卷入生死 卷入恶趣的因缘 啊 我们会遇到自己的因缘 这个时候你会身不由己的卷进去 啊 如果没有智慧认清 做什么事 怎么做 会增长过世 而且不做严密的防护 啊 这个防护啊 就像铠甲一样啊 那是保护你的 那么以这样盲目于次的状态 很快就会和世间染污因缘纠缠在一起 无论啊 经商啊 做世间的产业啊 积极财富啊 使用种种高科技的产物 享用声色啊 积极物品等 全部成了轮回的因缘 增长货业的因缘 那我们的业细深重 面对这些境界的时候 你就会身不由己的 就会去贪着啊 你根本就不可能想到休息 是吧 你放不下啊 很多众生呢 这个面对这个贪欲的时候 连 就是死都不怕 竟做一些生命危险的 像偷啊抢啊 是吧 那甚至去发动战争呢 这都是随时都会死亡的 或者坐牢的 他都去干 那是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他也是管不住自己啊 啊 业力现前了啊 那众生呢也是这样啊 在享受武艺的时候 不断的堕落 根本就没有办法回来 就跳到火坑里 这个火坑呢 会越烧越深 最后就上不来了 啊 要知道 这会反复我们有很重的世间的习气 对世间的财务啊 眷属啊 事业啊 地位都有很热衷的心 有些人可能不是很贪财 但是呢 他很执着眷属 有些人不太执着眷属 又特别执着社会地位 名誉 这样如果轻率地摄入世间的事物 很快就会陷在烦恼 造恶 贪求名门利养等漩涡中 会深不由己地堕落下去 所以呢 要横食以理智把握好自己的行为 知识以正念属乎亲近的戒行 只有这样才能够远离生死染源 一心安住在解脱道上勤修 啊 要守戒啊 其实时候有时候守戒真的很难守 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红尘 是吧 就收到了 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学法 打坐 禅修 或者是帮助后学 就给那些后来的初学者给他们讲课 是吧 把自己的时间呢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的时候呢 你自己也进步了 所以我派你们出去有些讲法 但是呢 也要远离 远离那些红尘 一般是 应该是都是远离红尘的 但也有个别的管不住自己的 到哪里去玩呢 到这里去玩呢 或者是居士把你拉到这里去啊 又拉到那里去啊 那就是你自己没管好自己 是否有要求啊 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啊 你们都要记住 以后你们出去啊 红法的时候啊 一定要跟这些初学的居士 特别不是很精进的居士 就是五欲至胜的居士 要保持距离 否则的话 你一定会倒霉的 我这个话说的很严重了 就是不光是倒霉了啊 你说到时候他会坏了你的戒律 然后呢 会让你修不好心 最后你没帮到他 他反而把你拉到火坑里去 啊 你要及时的跳回来呢 还好了 把毛烧掉了一部分 但是还能皮没烧上啊 还行 还能跳回来啊 要是再烧过 皮都烧伤了 那就重度烧伤了 那就救不了你了 所以说呢 一定要记住 跟这些不好好求学的居士 来了他不是认真修学的居士哈 我们又不能够马上把人家赶走 是吧 来了求学的居士 我们都要乐情的去教他 但是呢 一定要保持距离 不要跟他们客瓜子聊天喝茶 啊 教完了课就回房间去不跟他们玩 啊 你跟他们讲法 讲完了法呢 就回房间去 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说 为了防止他们聊天呢 你就一天到晚开着电视 唱佛歌 然后呢 或者念旗请送 或者放光盘 让他们没有时间聊天 你的声音放的很大 他聊不几天了 他要聊天的时候 你把声音放大 放了他 两个人聊天听不到 对方的话 对吧 这个好办法 知道吧 你又不能制止他 你制止他 他也不高兴 但你放光盘 他又不能够啊 说师傅你把这个电视停了 他不敢这样的啊 你知道我们要去 你不看你别人要看了 是吧 你也可以坐那里 坐在正中间 你在那跟着唱 他聊他的天 你就唱你的 你就唱佛歌啊 或者是放一些基础盘 让他听 你这样挺好的 其实最好的办法 他们我们听法听的够多了 你不愿意听法的时候 你就念咒啊 你就拿这个木鱼翘 他就没办法了 大悲咒一念 念上十遍 那就好办了 他就不好意思了 他就走了 事实上就是赶他走 你走啊 你走啊 就这样 他不就走了 真的 这些居士就得赶走 不能够让他在那里聊天 就是说道场里面 不许讲世间八法 他要讲佛法 你可以的 你讲佛法 那是吧 你有问题 写在纸上 我给你解答一下 或者你不懂 我放光盘给你听 听法可以的 你要就是道场里 要严格禁止 聊世间八法 或者这的话 一定会出麻烦的 你看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 十年了 在外面道场里 他们也有一些 所以刚开始 为了迎合居士呢 就跟他们搞一些 事件八法的事情 马上就招来委员 这样呢 又破了我们的戒律 然后呢 众生呢 又对你生起了邪见 是吧 因为你不守戒 他就有些居士 就观师父的过世了 本来你还说 我发福利经呢 我要帮助他们呢 你现在学师父 你还学不像了 你别学 你还没到那个程度 你还没那个正量呢 对你自己 是吧 有那个正量了 那你可以 呃 适当的 啊 我现在末法时代 最好的修行人 就是你看几十年 就是你看 今天那个 那师父 把那个照片给我看一下 他说这个是他师父 在山里面住 四十年了 是吧 在藏地也是 大家都像米勒日巴一样的 修行的 大家都赞叹随喜 其实在藏地 这样的修行人 也不是很多的啊 就是他们也是 特别的随喜 赞叹这样的人 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做这样的人 就是你自己好好修行 就是最好的榜样 这个就是生教啊 你自己一天到晚就在修行 那居士看了你就恭敬你 然后跟你学 是吧 你要是整天给他们讲啊讲啊 他们也不一定给你去 现在为了更长远的利益众生 更好的利益众生 那我们就要守好戒律 延迟戒律 现在师父呢 是跟前一年跟一年都不一样了 是吧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啊 就是告诉你 戒律越来越重要 戒律越来越重要 是吧 是吧 为什么师父现在就是 远离一切完 其实也是视线给你们看了 叫你们要这样子做 要跟着 要紧跟师父啊 要跟上啊 不要掉队啊 啊 师父怎么做 你们在外面弘法的师父也要怎么做 这样你们就是真正的一教奉行啊 现在最好的就是要持戒 禅定 你看师父现在基本上就是在 除了讲法就是打坐了 除了极少 除了特别的姻缘 讲两句话 那师父基本上他都在打坐的 晚上十二点钟之前 都在打坐 那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了 现在啊 三四点钟肯定起来要打坐 我们就是我们睡觉只睡一个觉 从来不会醒过来以后再翻个身 再睡觉是不可能的 是 一次声都不能翻 就醒过来马上起床 不管几点 三点 四点 三三点到四点之间一般 有些时候一两点钟才睡 就睡一两三个小时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睡三四个小时 行了就起来了 不是哪一天都很舒服的 有些时候也会 身体不太疲倦了累了 那也起来起来 刷完牙活动两下 喝点茶 精神了就可以打坐了 不管怎么样都要起来 哪怕等一下打坐的时候 有点昏沉也没关系 慢慢的就能克服 昏沉的就喝点茶 洗个脸 慢慢的修禅定 那戒律方面呢 就会越来越好了 你一天到晚都是打坐 在观修 还持不到戒吗 戒律都不在话下了 都没有犯戒的机会啊 犯戒的因缘都没有 那师父也是一般是不出去 前两天出去了一下也是 但是想想也是没办法 为了长远的利益 因为我们毕竟 还要利益广大的众生 也是为这个因缘的出去 就是要是延迟戒律 你不延迟戒律 那你这个佛法怎么弘扬啊 那你们的出家人 一定要收好戒 一天到晚都在修行 持戒就是很容易的事了 如果你不修禅定 你不修智慧 那天天饭戒 时时饭戒 是不是 这个末法实在圆太多了 过去呢 你在深山里面 你不修行呢 一定没有去饭戒的机会 都没有 是不是 跑遍满山遍野 也碰不到一只老虎 山下的老虎 也见不着 山上的老虎 也很难找 是不是 现在到处都是 现在山上都没有老虎了 山下到处是老虎 修成要修到这样子 就是整天都想盘着腿 不愿意下坐 不愿意放腿 在禅堂里出来的人 都是这个喜气的 我以前都是这个喜气 后来就出来做事 有一段时间就 没办法打坐 没办法 现在慢慢的我又开始了 然后一天至少有十来个小时是盘着腿的 讲法是盘着腿 打坐盘着腿 早上起来盘着腿 等下我在房间里 基本上都是盘着腿的 盘着腿打坐 啊 除了见人以外 有时候连睡觉都盘着腿 你们什么时候盘着腿可以睡着了 那也不错了 那也是一种功夫 路梦幻三妹啊 啊 就说双盘啊 不是单盘的 双盘 盘着睡着 睡着了 这也是守戒啊 虽然没有录定 但是也守到戒了 所以说修行要这样子的 要一点一点的去克服自己 也不要着急 得一点一点的进步 每天都进步一点点 每天一点一点严格要求自己 一点一点上 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 就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这个要求 师傅也不敢一下来就要求太高 要不太高你们都跑光了 是不是 如果倒退两年 用现在这个制度来管理我们这个道场的话 我估计都跑光了 哎 两年前都根本做不到 那现在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布莱也可以 布莱可以请假 我们这里还是很宽松的 要请可以请半个月 啊 可以请一个月也可以请啊 布莱也行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自己看着办是吧 我们像这个长城一样的 是吧 你布莱你不跟着大部队 我们先到延安再说 是吧 所以你愿意拉队 你就拉队呗 你拉下来我们不管 我们不能影响大部队啊 我们大部队得快速前进啊 为什么我要这样制定这个制度 就是说请家请 可以请半个月 请一个月都请 是吧 有些勉强来的没用啊 他来了以后 要不在那动来动去 身上发出很大的臭味 是吧 然后熏燃我们啊 我们早上点香吧 他点臭 不来还是好 勉强来的没用啊 只有自觉来的才有用啊 所以说不来就可以请假 自己在房间里打打坐也好 你可以坐半个小时 是吧 累了可以啊 下场洗洗脚 洗洗脸再坐是吧 这也挺好的 像我们一下坐一个半小时 他也受不了 是吧 好 我们这个修行哈 这要慢慢的克服自己哈 一点一点进步 不要着急 是吧 再守戒 把这个戒守到越来越清净 所以说呢 要横使以理智把握好自己的行为 实时以正念 守护清净的戒行 只有这样才能够远离 生死染源 一心安周在解脱道上勤修 如碧火坑 是吧 堕入火坑被焚烧 要立刻避开 见到那种世间邪业 会增长货业毁坏 解脱命根 就要及时远离 不要糊涂地卷进去 不然就会被紧紧地缠在轮回中 所以说这为什么要出家 就是这个原因 你道性再好 你不出家 哎呀 这个残货太多 很难修啊 不大可能啊 这个时代 你想再加成就 除非你是圣人再来了 那就是可以 你已经正果了 的人再来 那就是可以 十一 不得斩伐草木 啃土掘地 既不顺威仪 既损众生真果 这是因为地里有很多的小虫 草木也有生机 啊 肯绝砍伐 有损众生的过世 因为草木丛林里面众生很多 这样也是有失比出的威仪 那我们汉地的佛法呢 在出家人来 过去的种地了 现在都不用种了 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出家人福报很大的 只要你好好修行 根本不需要再种地了 对于以上十一种真上过世之事啊 修行菩萨应当极数远离 菩萨远离这个很难啊 你菩萨整天就要跟众生 是吧 打成一片 不应该清净 就像避开烈火那样 当然为了大众 为了佛教的事业 也有开源 但要非常谨慎 要开源啊 你不开源怎么 佛教的事业怎么 怎么弘扬啊 是吧 如果这个现在不出来 一直在山里面 到现在 几十年都住在山里面 也可以啊 让我自己舒服啊 天天录定 甚至修一点什么神通出来 那没用啊 那样的话呢 就是你们在现在 你们就哭了 你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造业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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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